老不老? 失禁問題多面看 膀胱訓練 膀胱訓練主要集中在改善去廁所和飲食習慣 令膀胱容量逐漸增加 減少排尿的次數 提升生活的質素 膀胱訓練過程 膀胱訓練一般大約3至6個月 需要持之以行 在膀胱紀錄表 紀錄3天的每次飲水和排尿份量 失禁和漏濕的程度 醫護人員會用這些數據 去評估膀胱每次排尿應該相隔的時間 請在日間的時候 在家裡開始訓練 因為家裡有洗手間 可以減少心理壓力 按照醫護人員建議的時間 才小便一次 請記住不要在指定排尿時間前小便 千萬不要為了以防問一而去廁所 除非在臨睡前 否則在膀胱未滿前都不要去廁所 當排尿時間初步達標 可以慢慢延長小便之間的時間 逐步達至在日間的時候 3至4個小時才小便一次 控制尿急策略 在尿急的時候 先坐下 做緩慢的深呼吸 放鬆身體 重複收縮骨盆底肌肉5至6次 以降低尿急的感覺 和避免流療 盡量分散注意力 由100到數 亨哥 看電視 閱讀報章雜誌 聽音樂 逐漸遞增 忍小便的時間 由5分鐘 10分鐘 30分鐘 至1小時 請千萬不要 匆匆跑去小便 應該慢慢地步行到洗手間 避免膀胱再受到刺激 當再有尿意的時候 再次嘗試忍小便 可以站立站起來 或坐下 並且收縮骨盆底肌肉 來幫助減低尿意 每日多些做骨盆底肌肉運動 來配合膀胱訓練 改善飲食習慣 每日最少飲用1200至1500毫升的水量 包括清水、果汁、湯、牛奶和粥等 限制飲水的人士 請先精訊醫生的建議 睡前2小時 請不要飲水 避免飲用咖啡、可樂、凍飲、酒精、茶 和避免進食太咸 或者新辣的食物 減少刺激膀胱 多些進食蔬菜 和粗糙纖維的食物 保持大便暢通 避免便秘 當排尿的次數 減少至每日六至八次 每日排尿量 增加至200至300毫升 失禁的次數 逐漸減少甚至消失 那已經算是訓練成功 如果尿頻或失禁的情況 仍然無法改善 就應該聯絡醫護人員 如果想獲得更多 免費的護腦資訊 就來我們的網站 Facebook和YouTube頻道看看吧 在走之前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在拍攝你們的頻道 在拍攝我們了 看見我們拍攝的談得多 否則請期待 並且跟我們在拍攝 你們一起拍攝 再拍攝 一張照片 再拍攝 我們在拍攝 一張照片 走來 在拍攝